好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主題 這個我們都講說那個 基本上 就是說在這種國際間的交易 牽涉到兩個國家 兩個不同國際當事人之間的交易 他們通常 在合約裡面 他們會比較喜歡用仲裁來解決糾紛 那為什麼要選仲裁 我想這個是很基本的概念 我不需要再講了 就是說可能比較迅速啊 就是機密啊 可以選擇這個 可以選擇這個 他們喜歡的仲裁人 還有一個就是說 在國際仲裁當中呢 他被 被這個 一般來說被其他國家承認的可能性 也比較大 因為如果說是 外國做的判決的話 他通常會有一個主權的考量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 用一個比較嚴格的 比如說要互惠的原則 可是在仲裁的話 大家對這個就比較 relax 那所以也不見 就是 不見得說 一定要人家承認 我們的仲裁判斷 我們才會去承認人家的仲裁判斷 這個在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仲裁法裡面 也是做這樣子的約定 那我先來講一下 就是說 仲裁的前提 一定說是雙方有一個仲裁的合議 那仲裁的合議 他所謂的仲裁約款 裡面通常一定會包括了哪一些條 哪一些條件 比如說 我們要去提付仲裁 那我要到哪一個機構去提付仲裁 我要用哪一個仲裁規則來做仲裁 還有呢 我的仲裁的語言 是用什麼語言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 這是兩個不同當事人的國籍 那你到時候你要去仲裁的話 你用什麼語言 大家都瞧不定 你不要以為說就是英文 如果你沒有約定 這個就是有問題 這就是一個有問題的仲裁條款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仲裁地的約定 就是我們這個所謂的SIT 大家要記得 這兩個不同國家當事人 那在哪邊提仲裁 程序要在哪邊進行 有時候如果這個SIT 他沒有約定的話 這個仲裁條款很可能 就有可能會被認為有問題 那中間會發生非常非常多的爭議 那我們一般所謂的仲裁地啊 我們在仲裁 在國際商務仲裁裡面 我們會把它叫做SIT 那SIT他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說當事人他在仲裁協議當中 他會約定的一個仲裁地點 一般最常見的 就是當事人他都會約定 如果你看到一個仲裁條款 沒有約定說要仲裁地在哪裡 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差的仲裁條款 那個律師應該要打屁股 那這個如果說當事人 真的沒有約定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由仲裁機構 他來決定 他可能仲裁規則會有一些來決定 或者是說仲裁停 然後根據仲裁規則 然後確定的一個仲裁地點 那我現在給大家一個案例 這個牽涉到很多國家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一個假設的案例 可是這個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一個就是在一個英國的A公司 他要在泰國建一個風力發電的設施 那他的部分工作呢 他下包給香港的B公司來做 那合約他就有約定 約定說 準據法就是Governing Law This Contract 就是英國法 那又約定說 如果有爭議的話 應該要提交ICC 在新加坡 依照ICC的仲裁規則仲裁 那工程做到一半 那A公司 就是因為有一些障礙 造成工作一直 一直都沒有辦法很順利的做 A公司呢 就主張說 這個 A公司的工作呢 他 他沒有辦法完成 這是可歸則於A公司 可歸則於B公司 他就把它解除契約 然後A公司因為已經付了一些錢給B公司 B公司應該要把這個錢退還 那B公司他就說 No 這個工作 這個不能完成 這是可歸則於A公司的 你很多該給我的資料 你都沒有給啊 你該配合的 你都沒有配合啊 那所以呢 你的解除契約應該是無效的 那你應該要按照合約支付我 還沒有付的工程款 然後我還有一些損害 你也要賠償我 那雙方就已經發生這樣的爭議 這個 這種爭議是非常常見的 我自己以前當ICC的仲裁人 我也處理過類似這樣的爭議 當然國家 國籍還有那個project是不一樣 可是這是 這種還蠻typical的爭議 接下來呢 A公司他就對B公司提付仲裁 那大家剛剛有看到那一條 就是說 他有去那個提付仲裁 那仲裁呢 就是根據原來大家約定的 是向這個ICC的仲裁法院來提出 ICC的仲裁法院 他是在巴黎 那後來大家就去選仲裁人了 在這個 在這個仲裁條款裡面呢 他們有約定說是有三個仲裁人 那三個仲裁人選出來了 一個是英國籍 一個香港籍 一個新加坡籍 雙方第一次呢 是在新加坡開庭 因為合約規定說要在新加坡提付仲裁 他第一次就在新加坡開庭 後來呢 因為說在這個案子裡面 需要調查很多的證人 要傳證人來作證 所以後來呢 又開了三次庭 一次在倫敦 一次在香港 一次在巴黎 那開庭一共四次以後呢 三個仲裁人 他就在瑞士 開了一個會議 然後來評議 做成仲裁判斷 那仲裁庭那認為說 這個工作的不能完成 這是可規則於B公司 那A公司應該要付B公司錢 然後呢 好 那這樣子等於是說 A公司就輸掉啦 對不起 我這個案例早寫了一個 上面的第一個blood point 是A公司對於B公司仲裁 然後仲裁將位於 這個ICC仲裁法院提出 然後B公司呢 他提出反仲裁 我忘了寫 B公司他提出反仲裁 結果本來仲裁的申請人 A公司他全部輸掉了 他反而 B公司他反仲裁贏了 A公司反而要付 這個B公司錢 那這個因為A公司 他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他在很多國家都有做工程 他也在我們國家 做一個工程 然後他對於業主 有一個工程款請求權 那B公司呢 就拿這個仲裁判斷 來到我國請求承認 還有執行這個仲裁判斷 A公司他覺得說 這個仲裁判斷有問題 他主張說 這個仲裁協議是沒有效的 他主張這個仲裁協議沒有效 而且呢 這個整個仲裁程序 是違背法律的 完全違背法律 他認為說 他要提起一個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好 那大家現在就看了 現在牽涉的國家非常的多 在這整個當中裡面呢 他有出現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契約的準據法 契約準據法 剛剛 當事人剛剛已經約定了 Governing Law of this contract 這是英國法 好 還有一個呢 仲裁協議的準據法 我剛講的那個案例裡面 A公司他主張說 這個仲裁協議有問題 他要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他認為說 這個仲裁協議是無效的 那還有一個牽涉到 仲裁協議的準據法 這個仲裁協議的準據法 不見得跟契約的準據法 是一樣的 那還有一個呢 那他還主張說 仲裁程序是違法的 仲裁程序是違法的 要根據什麼來判斷 要根據仲裁協議的準據法 那仲裁協議的準據法 又是要 要 仲裁協議的準據法 它是規範仲裁程序的法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 typical的這個工程爭議 它牽涉到的法律 其實是很多 那我們怎麼樣去決定 這些準據法 契約的準據法 當事人說 他媽已經約定了 就是英國法 他合約寫得很清楚 可是仲裁協議的準據法 這個到底怎麼 怎麼決定啊 是英國法嗎 還是什麼哪一國的法 我現在就是說 我在這麼多國家 這個仲裁判斷 仲裁的國籍有這麼多 然後我的仲裁 在這麼多的國家舉行 一共有四個不同的國家 然後我還有一個在評議地 那我用什麼來決定 仲裁協議的準據法 還有仲裁程序的準據法 那到底 這個算是一個哪一個國家的仲裁啊 我在這麼多國家 我在這個 我依序在 我依序在倫敦 香港還有巴黎還有新加坡 我在這四個不同的國家 都開過仲裁庭 那我的仲裁協議 我的仲裁程序 到底是要根據哪一國的法律來決定啊 這個到底有沒有效 是要根據每一個國家 比如說我是那一次開庭 就在那邊 有那邊的法律來決定嗎 這些東西其實 這其實是在國際仲裁當中 常常會出現的問題 那今天如果有任何一個當事人 他還挑戰這個效力的話 那 那要怎麼決定這些法律關係 好 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 剛剛講的 所謂的為什麼SIT這麼重要 這個SIT呢 他就是一個所謂 在國際仲裁裡面 我們中文是叫仲裁地 可是英文的話 他就是叫SIT 這個SIT呢 他會有幾個重要性 第一個他會決定仲裁協議 到底是根據哪一個國家 他的準據法到底是哪一個 當事人他當然可以約定說 仲裁協議他的準據法 是哪一個國家的法律 像剛剛的案例當中 當事人他並沒有約定 那是 當事人如果沒有約定的話呢 會變成說 根據SIT的國家 就是仲裁地的國家 那個國家的法律 就是決定仲裁協議 效力的準據法 那用剛剛的例子來說 他就是一個 就是新加坡的法律 因為他已經約定說 要在新加坡仲裁 那可是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在新加坡仲裁 可是事實上他們在好幾個地方仲裁 他不光只是在新加坡仲裁 那這個怎麼辦 那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再來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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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